250块钱买来呢 酷型什么我其实都蛮喜欢的 就是我回去以后 因为那几天天气比较热 我没穿 11月23号买来的 然后后来呢我就穿了一次 第二次穿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块地方 好像比另外地方薄一点 然后我一看一对比 哎呀 是的好像都有点起泡泡了 差不多就是 就是我们安静我养疗的一点 店家在杭州远洋乐滴港二楼 叫做歌地真的好 吴女士说 是不是真的好 现在要打个问号 这条黑色长裤弹性不错 里面有一层加绒 裤子背面靠近裆部的位置 有比较明显的褶皱 记者摸了摸和两侧的面料比起来 这一块感觉要薄一些 此前吴女士去找过店家 她说跟你的穿着有关系吗 她说可能是我的屁股大火 那我说你的屁 那么我说你这个裤子就是说 那没有屁股能穿的了 再说我屁股也不大呀 我是这么想的啊 那我也 我是觉得她跟我开玩笑 因为我这里也 也好多那个饮业员 我也是认识的啊 花了多少钱了 店里 那是几万的物质了 那你一下诉求是什么 诉求我就是 第一我要她一个说法 她这是不是一个质量问题 第二就是说你该怎么退 就是怎么退 来到商场二楼的割地真的好 店里有同款的新裤子 吴女士这件裤子没有洗过 对比了一下光凭手感 一时也不太好判断薄厚 因为你们刚刚也是有摸过 就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 就可能会薄个一点点 我们也实话实说 我这人就是很真诚的 本身我们在这里就是做服务的 就是我们会跟她讲 因为她的裤子穿过两次 就是我们想让她拿去清洗一下 看会不会恢复到以前 你说恢复到百分之百 肯定是不可能的 因为毕竟是有磨损 裤子本身就是消耗品 为什么这块地方她会薄 因为你撑在那里啊 因为你这个囤围这里 她是撑在那里的 我的姐姐 店员说经过洗涤 面料有可能会回缩 如果洗完没有改善 店里愿意免费换新或者退货 这款裤子已经卖了不少 此前没有收到类似的情况反馈 吴女士再次强调 裤子买回家后只穿了两次 而且时间都不长 最终吴女士同意 洗一次试试 188黄金眼记者报道